大家好,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五 這裡有一個慈善項目,可以推薦給大家看看市場是否去 這是市行基金辦的,市行基金是專門幫國內父母染了愛滋病的兒童,幫助他們協助他們 而兒童不是有愛滋病,父母有愛滋病,而兒童就變成孤婦寧丁,他們就去自行基金幫他們支助他們 去讀書等等,這些國內的被資助者,在這個星期日,就會來到在灣仔會閃廣場 會展出口,地點陣出口,外面的走廊和海邊並有很精彩的遊戲攤位和表演節目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到時去支持一下 然後今天的市場就是沒有拍子,全線下跌 原因是日元有偏遠,美元有偏遠,從而使得人仔大跌幾百點 為何人會一定會跌呢?其實我都說,今時是美元的息口 是一個政治的息口,不是一個經濟的息口循環 所以日元方面,竟然可以去到加息,而仍然要日元下跌 很明顯也是一個人為的干預 因為你必不符合經濟的邏輯 就是起碼不符合經濟貨幣上的邏輯 因此,他們就要逼迫 所以為什麼呢?就是一定要人仔,一定也是 你如果無緣無故,你兩隻貨幣跌了 主要的貿易貨幣跌了,那你就要把人仔的匯價浪高了 對人仔的出口是有影響的 所以中國也一定就是,你跌得下來 我亦都跌得下來,一於奉陪 所以在這點裡面來說,就是今天我們很多時以後 大家去買賣港股、A股 是需要留意,是匯價這一點 一般來說,阿爺會盡量想匯價穩定 如果你踩到上面的話,阿爺一定會奉陪 你們如果兩隻貨幣升了上去,阿爺可以不離離 如果你跌下來,浪起了人仔的匯價,阿爺一定也會降匯價 因此,今天就是這樣 如果你拿了貨幣的朋友,要將它怎樣呢? 也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這只不過是人仔匯價的波動影響 只要你的股票不是一個所謂的出口股 這個影響不太大 當然也不要入口股 因為你入口時,有些貨幣的價格成本會貴 如果不是的話,就沒有問題 只要你自己本身的股票是好的 就可以繼續持有它 好,我們來看看,來到這裡 其他的板牌怎樣呢? 上升的就是這個所謂的其他 什麼叫其他呢? 等下大家看看 還有這些其他的,這些半導體等等 所以其他就包括有匯豐中國長龍基金 以前其他項下呢 還只有一隻 就是匯豐長龍基金的 現在叫多了幾隻 表現得好呢? 因為他們沒有跌到 第二個,可以有的呢 就是這個是 威法的 是個家庭及個人的狐狸等等 除了這些比較大的股票之外 其他都是蚊型股 再其次就是有半導體 半導體的時候呢 連這些大隻這些都要下跌 只有這些呢 是浪著 那這個就是六個線的 浪著了在這裡 所以就變成了 好像有得上升 使得整個板牌有得上升 接著有媒體 媒體這方面呢 你可以看到 這裡這些呢 是因為這個的是 有關新科技的發展等等 這些有些是幫助的 那因此他們都是升了上來 再其次呢 我們有電訊服務 電訊服務呢 就會是中移動啊 觀頻啊 那這些呢 都有上升 或者是既定起動 那因此就起動 即是變成好一點點了 那最主要就是其他各自的板塊 大家可以看到的 一片綠 那不用再說了 其次 一棍穿了保利加通道的是中軸 那因此呢 可能下一站 是需要時班 是162這些區間的 那162區間的 上面呢 上面呢 就已經保利加通道的頂部 暫時的阻力 就是172路 那 暫時這裡要 上上下下這樣做了 例如就像這裡這樣 上上下下這樣做 做到多久呢 不止 所以 我自己個人傾向就說 踏入了4月之後呢 這個的升跌呢 是應該會有個 比較明朗的走勢出現 因為3月 始終是很多的 上一年度的財報 連結日期 4月1號是新的一個財政年度的開始 那所以這點呢 就有一點點不同了 留意一件事 今天的成交是多了的 跌市成交多了 這個呢 不是太好的跡象 不過 不要緊要啦 你多了之後 一定是有人接了的 不要忘記 我們現在還是有 國家隊在這裡的支撐 好了 那我們再跟著看看 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第一 有一個喜歡讀